HELLO 你好 我是諾曹 今天的話我們繼續繼續玩這個王朝修愛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是我們頻道會員所希望出的這個題材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看到的題材的話 你們都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這邊的話會吃著優先先做你想要的題材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是要來幫多很多暴龍隊來執行這個重建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特殊條件就是他希望快樂呢跟迪馬德洛洛洛洛 兩個人同時都回到多倫多暴龍隊 這兩位球星曾經都幫助多倫多暴龍隊獲得了許多的成績 不然從09年到18年迪馬德洛洛洛洛在多倫多暴龍隊效率高達10年之久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多倫多暴龍隊這筆交接案其實不是這麼好 甚至有點背信忘憶的情況 然後他也從來沒有說自己要萃蜜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就這樣完全沒有任何個人情感就把他交易走了 這實在對我來說是不是這麼好的行為 那另外從馬次隊被交易過來的COLENOR也在1819賽季的話 是幫助多倫多暴龍隊獲得了他們的生涯首冠 其實當時也有很多人認為COLENOR會在多倫多暴龍隊繼續當北境之王 但是後來他最終還是選擇去到亂機快聯隊 直到今年這兩位球星都成為了自由市場裡面的大魚 那我們今天就要嘗試讓這兩個球星都重新回到多倫多暴龍隊 來試著看這兩個人加在一起有沒有辦法獲得總冠軍 好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試試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了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開始想到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個人IG 我又不定時的更新我的最新動態喔 那今年多倫多暴龍隊獲得第四順位的選秀籤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個人認為我們要到Kominga的機率就會變得非常高 前面三個基本上應該都訂了啦 包含什麼可能Mobily啊 可能Sox啊 或者是Kate Cunningham OK這邊是General Green 我們這邊如果要來的話 好像其實可以不用Kominga 我們這邊選General Sox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是我對多倫多暴龍隊的理解的話 他們其實在今年的這個 Memory很有可能會下降評分 所以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這邊選這個Geron Sox 這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好我們這邊選到Sox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順便預測一下 就是未來他們可能會怎樣選 火箭隊這邊選Geron Green 我覺得怪怪的啦 但是他們也可能是衝著天賦去選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那今年的話這些球員 基本上不屑留下來可以啊 然後700萬有一點點貴 Roonie Hood留下來但是會把他交易走啊 好吧那個Benz跟這個Hood一起交易就好了 然後Gary Trent應該也會留下來 好接下來就把Hood跟我們的Benz一起交易出去 我們這邊最主要是衝著省心之去做的啊 哇這邊其實有蠻多人可以換來 而且還不錯的耶 Carroll Covalence Carroll Covalence不錯啊 這比教養一方面省心之一方面再多加個 修讀火箭隊選用權 OK我們這邊選人這樣換 沒什麼大問題啊 那另外邏輯上我們現在其實缺的錢 可能至少需要4000萬 那需要4000萬這邊的話 Arunobi跟Benz兩個人不能留 我的理解啦 就是因為我想把Siyakum給留下來 因為Siyakum是未來的主秀嘛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把這兩個球員一起交易掉 盡量看能不能換就是更低薪資了 我想試著把這兩個人的薪資降更低一點 有沒有另換Zark LaVine 這個確實是很不錯的東西 這邊目前看起來最好最好的應該就是Zark LaVine 然後我們可以用Zark LaVine再換更多東西啊 我們這邊這樣子的話應該還可以 前十數位保護我們應該沒有這麼重要 好就這樣換了 Zark LaVine我們這邊再換一次 最主要是看能不能獲得一些 齁 可以啊 Calling System這樣子完全沒問題啊 Tile Hero 薪資也是省下來啊 我們這樣子換Tile Hero 缺到爆 多料兩個巡洪拳怎麼樣 欸? 兩個巡洪拳 加上一個Banbury 喔? 有料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一定是這樣換 好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簽快樂的下來了 但我們另外一個目的的話 也是把我們Demandrazen一起簽下來啊 所以我們這邊 Runobi我基本上我是不會想讓他走的啦 但是這邊看起來還是得這樣做啊 Achua沒必要 Mikro Robinson Mikro Robinson確實是最好的選擇 但也是沒必要啊 換John Wall Poshivoski 哇喔 舒舒服服欸 心資上是絕對省下來 但 除了省心資之外 似乎 我覺得那比較沒大問題 只是我這邊 多要你兩個選擇拳 好前十數位保護這個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我們就這樣換了 好因為本集是屬於特殊題材啊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能要使用 這個我們特殊的方式啊 就讓我們這個心資壓到最緊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就以最低最低的心資 有機會可以牽到兩位 那其實已經很接近了啦 我們這邊大概還缺個一千多萬 我們這邊必須把這一千多萬清出來的情況下的話 補屑這邊就一定得走啦 這沒辦法因為已經到極限啦 這邊看來最後只能去換尋佑犬 不換尋佑犬甚至沒辦法 我們到最後看來只能換尋佑犬了 就甚至不能留一點點的心資欸 好我們就先這樣子換 然後連補屑都沒辦法留嗎 太慘了吧 啊我補屑我想留捏 連他都沒辦法留那就很難過了捏 至少跟這個敵隊活在隊友換兩個尋佑犬 換三個 互換 互換可以啦 唉 最後連補屑都沒辦法留啊 哭啊 好那我們這邊就成功把 Corelander跟Demadurzen都要過來啦 然後Gary Trent這邊我一定要留下來 好既然剩下的話就中產了 我們這邊可以去牽一個 呃 凱利烏布雷 烏布雷儘管再戳 他725萬來還是很香的 然後卡末朗Pen 本賽季手感巨佳的卡末朗Pen 然後再來一個射手 紐伊尼克要他 然後是三年2226萬 可以啦 但其他人的話看起來就沒辦法簽了 不然我們簽個Portis 試著來代替一下我們的不屑好了 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性了嘛 卡末朗Pen或是Portis 其實事實上因為我們有Sox 好像不需要 卡末朗了 我的理解啦 要個Portis啦 這是對的吧 以老將來說的話 選個魯威拉斯 底星 底星不來 那底星只能一年啦 然後 Windsloe也底星 然後你也是一年 Jobar Parker 我等下來試著要你一下 哎呀 Windsloe不來 底星看你兩年要不要啊 嘿喲 來啊來啊舒服 然後表弟 底星兩年 哎呀表弟最後沒來可惜啊 今年球員發展可以預想的到 這個Demadurin一定下降啊 對不對 哦居然沒下降 還行哦 哇 我們這個陣容有料哦 而且Flynn這邊上漲4點 Tile Hero也上漲4點 Portisovsky 上漲5點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組合會出事的啊 太強了太強了 哦本賽季 我覺得可能讓這個Demadurin打二號位 兩個人誰打二號位好呢 我讓這個Demadurin打二號位好了 哦有料這個陣容 雖然說真的走了不屑真的是很可惜啊 然後我本來就預想那個 Memory留不下來了 因為我們畢竟是要 Quellen加Demadurin 這樣的一個組合本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預期 好我們先來稍微模擬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戰績會不會好呢 哦 有料這個陣容 有點東西捏 哎呀 我們也贖爆啦 前面看起來一般風順的後面突然一個 風起雲湧 我們是不是進不到這個啊 分區前八 哇 分區第九啊太難受了 薩克斯這邊目前為止八十平分啊 我希望他可以上漲更快一點啊 雪佛斯基打到四號位他那個評分應該會上漲一點啊 這樣子應該好一點 然後 Tilent Hero打三號位啊 讓他變成一個小風險 嗯這樣對這樣對這樣OK啊 然後我想讓弗林打替補呢 這樣讓我們薩克斯上去啊 這樣應該還算合理吧 哦這個陣容美滋滋 那我們有看有沒有什麼要做這個序約嗎 呃似乎是沒有啦 那今年還有什麼需要做交易的部分嗎 嗯 Potis我蠻好奇他能不能換四號位去換更強的球員 我們這邊模擬到這個 3月13號 如果他能換到一個強力中風位 那我們其實都還有得說啊對不對 對我希望至少是 我這邊希望至少是那個 Balanchunas那種等級的 Andre Drummond 唉唷 這個好像還有點料喔 Midio Ramis Midio Ramis不考慮 不考慮 Montre Harrell 這Saint Hayes很好捏 最主要是 一方面他還有兩年的合約 這個情況下的話 換他來是好的 但我想看一下有沒有 Christian Wood 只是他要把Gary Trent換掉我不給啊 把Arnobby要回來 哦 但他要把Gary Trent要進去 Hachimura 哦 我們這邊真的有機會可以試著打一個死亡無曉 這東西是有料的 啊 Question Wood 這個要走Gary Trent很可惜 看我們要拚回來拚現在 我的理解是 我們就算真的去換了Andre Drummond 也不是不行啊 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但我覺得這樣可以 而且Andre Drummond也沒有到多老 但最主要是在說就是 可以再多加個Fullbase 而且是明年有辦法續約的回來 哦 你這樣一想的話 轉念一想不錯的 Andre Drummond來啊 這樣我覺得不虧啊 只是你多給我一個選手權嗎 把Jabber Parker出去哦 算了吧 我不是說Park不能要 但是你不會想要啊 你滅瓦記公路隊 你會想要Jabber Parker 你不要開我玩笑了 他剛剛要的東西太多了 我這邊最後選擇這樣換 其實合理啊 這樣的一個星級出具不錯啊 哦 Andre Drummond 防守大強 我覺得他不是防守大強 我覺得他會搞我 內線防守84 還行啊 然後Syakum這邊呢 內外防都有這麼高的評分 可以捏 我認真覺得這個組合有機會奪冠啊 先講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打個死亡無曉啦 認真認真 我們把他的Hero打上先吧 然後然後就Drummond打替補第二人 這樣的一個組合我覺得 應該不錯 有料的 好不好 我們今年的話 先稍微模擬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季末的話 我們會拿什麼樣的戰績吧 好那麼現在我要來到季末 那在今年的話 我們是拿下了這個 哇 東區地霸 東區現在競爭這麼激烈的嗎 然後NicolinLokage是拿下的這個MVP K Karnihan最佳新秀 Judon Clarkson這邊是拿最佳第二人 Johnson Isaac最佳防守球員 Cole Cunningham這邊是拿下的這個最佳進步甲 Snyder這邊是最佳教練 那今年我們一開始就要來對決這個 布魯克的藍網隊啦 哇 藍網隊今年他們陣容上還行嗎 有什麼太多變動嗎 Briefen現在到86平分啦 越來越誇張啦 不知道我覺得我們這個陣容 要贏似乎有點難度 不過放心 我們有三巨頭 好不好 姓末隆啊 我相信我們不會一開始有倒地上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戰 倒地上 哭啊 呵呵呵呵 哇 對方這樣子是要怎樣打啦 Karen Durand今天31分 18籃板 8助攻 1超級2主攻 Riven 27分啊 我的媽呀 三分球 10頭7中 你們遊戲內建外掛出吧 這麼噁心啊 然後今天是拿下5乘1的三分球迷重率 可以可以 頂不得頂不得 光三分球 就已經比我們 多了 至少三倍了 那我們是要打什麼 太扯了 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 喔 第二戰有料嗎 感覺可以喔 我們今天稍微看一下 這很有可能是我們 本賽季最後一輪 第一輪就是最後一輪 也有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的話 來到比賽現場 那我自己目前覺得啦 這把還叫Mondre Harrell 這麼狠的嗎 好 Jump's Hadden There is Hero 最後一輪 再給到Dan Waddy 籃下 Hero 再給到Jump's Hadden 三分球出手 球進 嗨呀 Drozen 面對Alby 籃下7路 直接上籃 球進 今天命中的高到90% 這邊給到Durant 再回給籃下的Hero 這邊看起來 這球沒有進 哇 Shevsky這邊這個防守 還是挺到位的 身材還是挺好的 比較快 面對10KD 再給他Hero 沒有選擇 這邊外面三分球出手 給到Pokshabovsky 三分球把他起 這球彈了兩下 Pokshabovsky今天是完全沒任何得分的 你能不能防守多一點東西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今天防守到位 我就不嘴你的進攻了 D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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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拆嗎 擋拆 籃下切入 上去 要個犯規 穩穩的罰球 穩穩的罰 OK 今天命中的高達90% 輸不得的好不好 OK 跑位 跑位 跑了個DAN 威迪嗎 不過這邊是不是擋到了 籃下 好球啊 Drozen 你有守到多好啊 你不要進攻 你防守就好了 外線 Drozen 心魔 不敢投三分球 完了 Draman 拋頭 球沒要進 哎呀 敵拔Drozen 你虧我本賽季特別幫你加強三分球 你還是不敢投啊 你幹嘛呢 面對他們這樣的一個外掛隊伍 全員健康 我應該叫他來Yanson's Combo 叫他過來墊一下啊 我們需要希臘神殿的那個幫忙啊 好 籃下切入 直接上籃 灌籃都不灌了 你怎麼了 抵發Drozen 怎麼回到東區 又突然之間 變回原本那個保利龍了 你這樣不行啊 哈登 不要 球沒進 球沒進 可以擋拆 哇 完了 Drozen開秀啦 我說的秀是秀下線的秀啊 完了 啊 有了有了有了 這個聰明這個聰明 來Drozen 給到Drozen 來切入 別隊有兩個包夾 別怪萬仙的Sox 擋拆之後 目前看似沒有機會 帶回Drozen 帶回Sox Hero 直接是無數腳出手 球還是沒進 哎呀 這把守下來這把守下來 籃下 堵Rank啦 守不住啊 我只能說這把很難的啦 四分差距 除非三分九八起啊 但Drozen又是屬於那種不投三分九的 下個檔拆 籃下 轉身 左手上籃 球沒進 看起來對對方賭場一點便宜都占不到啊 Hero 這個三分球 還是沒進 Hero今天的三分球 在後期是 沒辦法幫助到隊友太多的啊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好 最後評數的話是122比114啊 最後這個比賽我個人覺得沒辦法 敵方Drozen沒有三分球啊 所以導致於後面的話 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得下這樣比賽啊 好 先發五補 這個得分量實在太高啦 那今天的話快了呢 後期沒有上場 但是 最後的話今天是得下29分 三籃板 五足攻二超劫 敵方Drozen26分 然後史亞克也是22分 最主要負責搶籃板啦 但是他籃板搶的也確實比對方多啦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啦 因為我這邊也不奢求Dramon有任何的得分啦 但他最主要最主要 藍板抓下來 我們就還有其他進攻機會啦 這是我的想法 今天DramonDrozen打出近乎生涯級別的一個表現啦 今天得下13頭10中 但是今天一球三分球都不投呢 心魔附身欸 你三分球得到85分 你多多少少還是要投一下的啊 這樣不行啦 我覺得我要幫你稍微做一些心理建設啦 讓你知道一下三分球是 我們站在外面那一圈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東西叫做投籃 投籃 這東西的話是一個可以得三分的方式 不是只能得兩分是得三分 3大於2 數學有沒有學過 這個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你不要一球三分球都不投喔 好不好 你至少投一下你嘗試一下也好嘛 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第三戰 加上這個三分球會不會比較好呢 喔 有了嗎 有囉 我看一下今天DramonDrozen 三投零中我的媽 好啦今天快樂12分啊 也是在季度賽非常優秀的表現啊 沒問題沒問題 今天JPX等人家26分 七安版13助攻 哎呀一超級二助攻 他全隊助攻最高又得分最高欸 哇其他人今天表現就還好了 好我們再來看看第四戰 第四戰自家助艙有料嗎 舒舒服服的嗎 有囉 Drozen三投五中 有囉 你今天就是多投一點三分球 你知道 你有辦法讓三大於二的話 我們就一切都還有機會嘛對不對 你今天完全不投籃 我們就不知道怎麼玩呢 這遊戲對不對 喔弗令今天表現非常精彩 DoubleDouble 十個助攻 哇 Durant跟Griffen兩個人也是 搶到十個籃板 今天也是蠻強的 今天能不能爆了你就看你們了欸 有沒有 天王三之戰 這把看似是沒了啦 我都不知道你們怎麼想啊 晚了 其實最後差三分而已啊 其實很接近的啦 Drozen今天七頭二中 還有點東西啊 哇Griffen 二十五分啊 太扯了吧 不想在這邊就倒下去欸 我覺得我們還有機會的欸 我們沒有這麼脆弱的喔 壓起來 有了嗎 欸 水啦 Drozen三十分 欸 然後六板五助攻 三分球三頭一中 有進一球就好 有進一球就好 然後快樂的今天 二十四分 六籃板五助攻五超級 三組 快樂的差一點就破紀錄了 第七 生死決戰看一下 比賽很接近 有 有囉 舒服欸 可以啊 菲林今天竟然最高分欸 然後三分球還是三 哇 你今天又不投三分球 快樂的今天也不得分了 哇 既然菲林跟Kevin Duren 得分一模一樣欸 21分啊 太扯了太扯了 迪馬德洛珍跟快樂的好像表現都不是那麼穩定喔 好 我們這邊要面對面 往前攻陸隊 攻陸隊 OK 他們沒有什麼太多的陣容變動 Potis又回去攻陸隊了 OK 好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第一場比賽 很接近很接近 應該可以吧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啊 感覺有點接近 我們進去稍微看一下 Potis的隊伍 籃下 字母哥直接出手 沒有進 Potis 往左側切入 沒有機會 再來會給Hero Hero對字母哥的話 似乎不是那麼好選擇喔 我覺得會出事情喔 喔 直接拔起 哎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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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打我們 是不是就舒服服服了 字母哥 右側切入 Hero Drummond 鬼子防守 拿下籃板 看 Hero再一個飄 Airbow 自己出界 手碰一下 然後球自己出界 哭啊 好時間剩下最後的1分32秒啊 那這邊的話 目前為止 Demadrozen上場了 籃下Dramon 這位是Ropeth 籃下右邊切入 這球卡到一個好位 Andre Drummond 再回給Hero Drozen 面對兩人防守 這邊給到的是 籃下出手 Andre Drummond 我自己覺得Andre Drummond 在本次夜賽裡面 占了蠻重要的一個地位的喔 衝自己跳投 球沒有進 Ropeth再上 好四分差距 看一下Drozen 這波進口有辦法得分 這邊變相 籃下出手 是被這個Broco Robbins給防守下來 好 Hero Day 上去沒進 Bling的一個出色干擾 面對三人包夾 Demadrozen 上去囉 哇 墊後的一個灌籃啊 哇 Drozen今天也是穩到不行 今天好像17頭11中吧 今天命中也是大概7成左右 好 Ropeth給到的是Hero Day 出手 哎呀 Andre Drummond再拿下籃板 不要放還要進 好 對方已經換上了這個T5球員了 看來是沒什麼機會想要逆轉了嗎 Ropeth 再一個出手 球員沒進 其實OK啦 就是有時候快樂的輪修一下也其實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 誰上場就用誰的打法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接受 好 今天Midleton是得下19分5籃板5助攻2超階 Yes Combo階是得下19分11籃板7助攻1超階1助攻 Ropeth16分 Polish14分 Levincenzo11分 然後今天DemarDrozen 我剛剛可能講錯了 是18頭11中 然後外帶3頭1中3分球 但今天看到快樂的景德14分 但是沒什麼大問題 今天可能是因為他犯規麻煩 所以他上場時間比較被局限住了 然後接下來第二戰 第二戰 喔 Midleton公路隊這邊看似鼓掌難民喔 背水一戰 破斧成舟 有了 哇 差一點點差一點 快樂的景點等下30分8籃板8助攻 Tike Hero25分 Volene今天是22分 哇他們兩個人真的是輪流爆發耶 有時候DemarDrozen直接隱形耶 好 Yanis今天是得下27分10籃板7助攻啊 第三戰自家賭場 打著對方咪咪帽帽 找不找北 可以 2比1 接下來的話 第四戰 看起來 應該是沒機會了 OK 2比2 這個2比2其實也在意料之內啦 我就知道公路隊其實不是那麼好打的啊 最後能不能 騎幾直追下來 應該是沒機會啦 本系列賽 字母哥 三分球各種投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來 來 第六戰 第六戰 好 全程壓著打 可以 氣頭0中3分9 這主要是今天Volene他們表現也不是很好呢 他們都不怎麼投籃的 為什麼大家都不投籃 然後3分9 命中各種D 最後的話 看一下第七戰是誰拿下來 好 很接近 五分差距 我覺得上比賽他們要贏的機會很難啦 好 Drumene一個火鍋 給到Flynn 再給到D角 SARS 三分就直接拔起 球沒進 這邊想選擇一個 被藍燈打嗎 沒有 這邊直接被操解啦 SARS 轉身 終於機會沒有選擇出手 你不要選擇直接打喔 你會出事情喔 HERO 直接運投 三分 拔起 球沒進 如果我是牛就直接開撞了 喔 他也撞啦 撞在人家頭上啊 我另外一隻 給到DROZEN 這邊 好球 我這邊撞到一個好位置的時候 直接選擇籃下途徑啦 就沒問題 三分差距 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我們要輸也輸得光榮 我就怕字母哥突然之間 希臘神殿喔 好 字母哥我們在場上 所以還好 好籃下 Milton 中間撼一 好球 再給到DROZEN 背身 晃跳投 LOPES這邊裝盲 籃下籃板也不顧了 哇 LOPES這個鬼之裝盲欸 直接 原地跳起來 他也沒有要防的意思 好扯喔 Milton 面對三人包夾 籃下 輕輕鬆上來 哎呀 這球似乎踢得太緊了 導致於對方 完全沒有任何顧慮的就上來了 五分差距 兩拆 中距 球進 喔 死亡中距離 今天DROZEN命中六花就還好啦 完了 Milton開啟這個明星模式了 下擋拆 上面就拔起 球沒進 彈在藍光上面 這邊只能迅速進行犯規了 喔 這邊MVP喊起來了 那我知道結局就怎麼了啊 我們不可能贏啊 然後你們也不要說什麼 幹你又叫那個Android Drummond來幹什麼的 欸我說實在話 沒有Android Drummond 我們甚至 這個系列賽都打不到這邊 你知道嗎 他還老往對那個系列賽打得多好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不是戰具DROZEN的問題啊 我覺得是DMVP的問題啊 他打法太過於傳統了 你看他三分球很常會七頭零中之類的 你看 如果剛剛是快樂的打的話 他剛剛已經直接拔起來三分球了 我這個賽季有特訓快樂的三分球啊 我看他今年能不能有機會 帥一波 離角拔起 球進 有有有有有有有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兩麻中一 快傳前場 直接一個FLYN三分球 再拔 還是沒進 哎呀 暴龍隊下去啦 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組合應該是 需要一點時間磨合啦 他們本賽季如果快樂隊真的被太陽隊打爆 那就不是快樂的過了嘛對不對 好最後的話 密德等是得下 32分 6籃板 3助攻1超節 那YES 是得下26分 9籃板 4助攻3超節2足攻的表現 還有得24分 Police是12分 那快樂呢 今天是得下26分半籃板 6助攻4超節啊 我們今天來看他三分球命中率 12投6中 UnderDramon今天得下20分 9籃板 3助攻1足攻 Police是17分 看他也是一顆三分球的不投啊 我已經試著調過他的三分球出手的傾向啊 他不投就是不投啊 所以我們只能說 他就是一個蠻可惜的球員 就是他實在 不像是現代籃球會喜歡的球員 那最終的話是 DWBON隊是席敗在東區第二輪 然後是4比3輸給了這個MIL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啊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按下幫訂閱 也別按小鈴鐺 各位也可以追蹤我的個人IG 我又不定是會發動我的最新動態 好我們就下部影片來就 掰掰